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 我們已經在之前都把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各種計算技巧都教完了 所以我們最後就是要來看看應用問題 果樹裡 果園裡面有梨樹20株 那每一株一年會結果100顆 如果我想要 每多種一株就會使得每株的年產量少兩顆 那這樣子一年要種 想要收成二四四二顆梨需要種幾株梨樹 這個有沒有看懂 我們最後會產生的梨子 我們最後會產生的梨子樹木 也就是說這個到底有幾株 乘上一株有幾顆 對不對 然後他說他現在是20株 他現在是20株 那20株的話呢 我們設一個未知數 就是 設 加重 X顆 如果我假設他加重X株的話 原本20株然後每一株結果100顆 那麼如果我加重X株就會使得每多種一株使得每株年產量少兩顆 所以要想清楚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每多1就會少2 所以並不是這裡並不是就少2喔 因為我加重X嘛 我每多1這邊就會少2 所以我多了X這邊就會少2X 那他說這樣子乘起來結果是2442 所以就是去解這個2元1次方乘4 把它乘開來 這樣還不能解喔 你不能說所以X等於多少負20 不是喔 因為我還沒 我這裡沒有等於0嘛 對不對 所以要把它展開來 展開來的話呢 就會有-2X平方 X乘2X的 -2X平方加100X減40X 所以是加60X 然後再加2000 就會等於2442 可以嗎 那於是來這個先同除2同時移過來 有沒有那麼技巧 算了 先移過來 先同除-2好了 X平方-30X 所以移過來算來這邊 所以這個常數移過來 X平方-30X -1000加1221 所以是再加221等於0 有兩個數字乘起來是221 加起來是30 那這兩個數字 因為這邊是正的 所以是同號 這邊是負的 所以兩個都是負數 那是什麼 30啊 如果你們要判斷這件事情的話 給一個小小的技巧 留意它的尾數是1嘛 什麼東西尾數是1 9跟9啊 那不過9跟9合起來不會是0結尾啊 所以應該是什麼 3和7 3721嘛 對不對 因為乘起來是不是尾數又是1 所以它可能是13乘以17 我們來乘乘看 是的 所以 X-13 X-17 X-17 等於0 X等於13 X-17 X-17 所以怎麼樣呢 其實它加重到 Ans 它多重 這個X等於13 X-17 所以它多重13顆或17顆都可以 它現在是20顆嘛 所以重到33顆或者是37顆都可以 這樣OK嗎 好 那我們今天來闡聊 帶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登冠雀樓 大家應該都看過 白日一山盡黃河入海流 欲穹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其實這一首詩是真的挺值得教的 那作者它的高明之處在哪裡呢 就是他用這個黃河入海流 他用黃河入海流來帶著我們的視線走 你就感覺到這個太陽下山 然後黃河流流流流流流過去 那你就會把這個視線隨著黃河 一直往海那一邊看過去 然後你的視線就會開展開來 因為它在山上 它在這個樓上 高樓上面 所以就一直往海的那個方向看過去 你的視線就會越看越開闊 那它透過這個描述 帶著我們的視線去開闊 就好像看什麼 那個前一陣子很有名的紀錄片 然後這個齊柏林拍的看見台灣 看見台灣 那我們在那個紀錄片裡面 你就會看到它從高空攝影機這樣拍下來 然後就會拍到河流流流流流 流向海 你就會覺得哇好壯闊 好漂亮 那這就是一種透過文具的描述 讓你有一種在看電影的感覺 你的鏡頭是不覺得被它怎麼樣 以攝影的手法來說 這是Zoom out Zoom Zoom out Zoom out 就是那個你拍照的時候 把那個鏡頭縮回來的時候 它那個畫面會咕咕咕咕咕打開來 然後如果你要拍某個人的特寫 就會Zoom in 就叨叨叨就去瞄他的眼睛 那它這樣就是一個Zoom out的動作 隨著黃河一路一直往海那邊看 就看開闊了 在還沒有攝影機發明的年代 欸它這樣子寫就很厲害 它懂得用這種方式來寫 然後我們來看這個 沈父的兒時寄去 他寫到他小時候呢 藏魚土牆凹凸處 花臺細小蟲處 敦其身時與臺其 定神細事以蟲草為林 蟲蟻為壽 以土粒凸者為丘凹者為禍 神由其中已然之德 那這個沈父的兒時寄去 有的人會說這個 我們可以從這首詩裡面學到 這個作者小時候很有什麼正義心啊 仗義為拯救那隻詐謀 那但是其實以某個角度來說 他也是在欺負賴蛤蟆 這算什麼正義心 就是小孩子欺負小動物 那其實但是這一 但是這一首作品 它是挺有價值的 挺有學的價值 我們再回來看剛剛講這一句 你看喔 它的這個描述 帶著你的想像 戴著你的眼睛 怎麼樣 蹲到了那個土台 現在有一個土台 你蹲到跟土台差不多高 然後看過去 那這個時候土台上面的那些草 都好像樹一樣 有沒有 蹲齊身時雨台齊 然後往裡面看過去 然後那個草就會像樹一樣高 所以你的視線就被它的文字怎麼樣 你的視線和想像被它的文字捕捉到 就是我剛剛講 你就zoom in 原本你看它是一個土台 土牆花台小草 接著你蹲下來 你的視線zoom in 進去 這個蟲草就是零 蟲蟻就是獸 看兩蟲相鬥的時候 跳進一隻帶蛤蟆就變成是什麼 跋山倒樹而來 如果你現在看很多卡通 都會有這種小人物 然後小精靈之類的 在它的世界裡面人類就超級大 然後在它的世界裡面 草地就跟一個叢林一樣 它其實就是這樣子 就是把小事情顯得很大 那是課本會跟你說這個叫做什麼 誇事法 我覺得其實也不算是 就是不一定要這樣想 它其實就是怎麼樣 room in 在那個動畫還沒有的年代 在那個攝影機還沒有的年代 它就懂得利用它的文字 讓你的視線 讓你的想像力 room in到一個很細的空間 然後把賴蛤蟆想成是大怪獸 這就是它這個文字很成功的描述 那我們可以從它的 這樣子的句子裡面 學習到它怎麼去做 那我們學習 不要只有學成功組 我們來看看失敗組 我講失敗組 拿起曹操的詩 如果他還活著 他會變得不服氣 曹操的短歌型 青青紫巾 悠悠我心 如果大家有上到這堂課 或者是有考過這樣子的東西 老師大概就跟你講過 曹操這首歌 其實就是想要跟天下人說 這個青青紫巾 已經是當時的讀書人 就是我心裡面很掛念著你們這些讀書人 你們為什麼不來我身邊 但未均故成營至今 我一直想著你們 所以一直就是念著說你們 能不能夠來我曹操身邊跟我一起當官呢 那我為什麼說他是失敗的呢 就是他很認真的要講這些道理 可是其實在聽的人來說 你看他說 我曹操多麼想你 就講到一個媽媽或者是一個老師 他跟學生說 學生你們都沒有了解我的用心 我多麼的喜歡你 我多麼的關心你們 你看我為了想你們 一直想到現在 怎麼樣呢 這個晚上的時候 那個鳥他們飛來飛去 繞樹三圈都停不下來 他的意思何之可疑 意思就是說 很多讀書人 他們不知道要去投靠哪一個人當他的君主 曹操那個時候算是君主 雖然他不是皇帝 就是他不知道要投靠誰 你們為什麼不來投靠我呢 那就是那個媽媽說 你們每天這樣子跑來跑去 有沒有想過媽媽家 他才是你們最溫暖的懷抱呢 這個山不厭高 海不厭深 像我曹操這麼厲害的人 我就像山一樣高 可是再高都 沒有 都不會太高 我都還是需要很多人來支持我 就像海一樣 我這邊的人才就像海一樣的多 可是再深 也都沒有關係 這個 有一句說山不厭高 所以他不會丟掉他的小石頭 海不厭深也不會去 也不會去捨棄所有要流進他海裡面的小支流 意思就是說雖然我曹操已經算很厲害了 但是你們來投靠我我都還是很歡迎的 那他可能沒有要炫耀自己很厲害的意思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說我很歡迎你們 那這個周公撲賭天下歸心 周公他一飯三圖補 就是說這是一個典故 周公他很喜歡讀書人 所以有讀書人來拜訪他的時候 他吃飯吃到一半就把他吐掉 先去跟讀書人聊聊天 這個你很有想法 這個很厲害 然後聊完了 回來繼續吃飯 又有人來拜訪他 他又把飯吐掉 又去跟人家聊天 他一猜會吐掉三次飯 那就代表說他非常喜歡跟讀書人聊天 所以讀書人很喜歡他 那曹操他寫這一首詩 他想要籠絡人心 他說你們這些讀書人有沒有想過 我這麼的在乎你們 我一直想你們想到現在 那個月明星西鳥雀南飛 你們為什麼不來投靠我 那這個我曹操山不厭高海不厭深 你們為什麼不來投靠我 我曹操就跟周公一樣 這個多麼的愛你們啊 那個天下都會來投靠我的 那你們為什麼不趕快來 那如果你是一個讀書人 你看到這篇文章 這個世界上有這種人 就是要臉嗎 要臉嗎 曹操 自己說自己跟周公一樣 為什麼你們不來投靠我 我當然不要投靠你 這就跟那個媽媽一天到晚 追著小孩子說 你有沒有想過 我都那麼的愛你 為什麼都不愛我 那不是這樣子去表達的 這個 這首詩一個失敗的表達作品 我個人覺得曹操寫這首詩很失敗 但是我們還是流傳他很久 為什麼 那有名的 來看另外一個 柳宗遠 唐宋八大甲 他還是很有名的 我自己覺得他這首詩也不算成功 西居 久為瞻祖類 這個瞻祖是指公文 公務 就他曾經當官當很久 性此難以責 這個責就是被貶到南邊去 貶到南邊去 他被貶關了 所以他寫了這首詩 他說我之前工作工作的很累 很高興現在被貶到南邊去 我每天早上起來 就好像農夫一樣 有的時候也像這個在山林裡面逛街的客人一樣 那早上起來就翻翻草 然後晚上的時候就聽聽那個西畔的石流 他們的聲音 往來來去去都看不到人 這樣我可以對天唱歌 我很開心啊 有的這個考卷就考出這一題 問你這首詩能夠傳達什麼意境 傳達這個柳宗遠他賦賢在家 賢俠曠野之志 然後什麼淡薄名利 真的嗎 我們仔細看看這首詩 他有給你 他有給你一個感覺是 柳宗遠很喜歡這種生活嗎 他真的很喜歡嗎 他雖然說他在唱歌沒有錯 但是他如果很喜歡這個生活的話 他應該會怎麼樣 他應該會去研究那些 他種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他可以跟你分享說 你知道我最近又種了韭菜 韭菜如果一天澆山赤水的話會死掉 諸如此類的 但是他對於他耕種這件事情 他告訴你說 我早上起來就在翻路草 就是那個草上面有路 就翻一翻 就這樣 所以他有投入在耕種上面嗎 他有喜歡耕作嗎 也沒有啊 他很喜歡他住的地方嗎 他到現在還是想著他被扁了嗎 而且他說這個地方是怎麼樣 野蠻的嗎 蠻蠻夷之邦嗎 他說這個我以前工作很累 很高興現在被扁來南邊 這樣真的有很高興嗎 講這種話的人 講說這個來來去去碰不到人 所以我可以很高聲的唱歌 這樣真的是因為代表他很開心嗎 所以我覺得他的用詞 他雖然就跟曹操一樣 曹操很想要讓人家知道他很喜歡讀書人 可是他的用詞就不會讓人家覺得就是 我就不想要來你曹操身邊 柳宗元他這首詞他的確想要表達 柳宗元想要表達他被扁了之後 他很喜歡被扁 他覺得被扁也很好 可是這個是真心話嗎 還是被拋棄了之後說 反正我也不愛你 你不會覺得嗎 對不對 被扁了之後 被拋棄了之後就說 哎呀這個 我以前愛你 每天都要接送你上下學 很辛苦啊 現在不用了 我覺得很輕鬆很好 我每天早上起來 你看我都不用想你啊 我都每天早上起來都不用寫情書給你 我很閒啊 我都可以去你知道 就是街上亂晃啊 然後你看我可以就是你知道 做做家事啊 然後這樣 那我每天都不用想你很輕鬆啊 我有的時候還可以寫寫畫一畫 畫畫啊寫寫詩啊 聽聽歌啊 這樣子也不錯 那真的寫出這個東西的人 他真的有喜歡被拋棄嗎 沒有吧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 這個並不是很成功的作品 他也是會流傳下來 因為這個人有名 那我們看到這樣子的作品的時候 我們反而更可以去進一步的去思考說 他沒有成功傳達他的意念 他反而是傳達了另一種意念 如果柳宗原他就是想要讓你知道他不爽 他又不想講 那我就覺得他很成功 但是如果他不是的話 那他不成功 好 這個就是帶大家欣賞 成功的作品 他在寫緊的時候 可以讓我們的視線 讓我們的想像 隨著他room in去room out 甚至他可以讓我們停留在某個畫面 停留久一點 他可以把字寫長一點 字寫多一點 讓我們停留在那個想像 停留久一點 就好像一個攝影他拍特寫拍很久一樣 那 不成功的作品 他想要讓你有這種感覺 可是呢 堆了很多的詞 講得很大聲 很不斷的強調 你就是會有一種 好像不是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們這次的作業 大家不妨寫寫看 那結束到這裡